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22日 星期一 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一下英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根據昨天星期日郵報的報導所說 英國最少有17間私立學校已經被中資企業收購 有當地的政界人士認為英國政府應該覺醒到危險 而且要迅速行動 另外我們會看看《南華早報》有一篇報導說 大陸計劃要針對低零流學峰作出壓抑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看看昨天星期日郵報的報導 原來早在三四年前的時候 中資企業已經開始陸續收購英國私立學校 去到去年這個武肺疫情大流行的情況下 使得有不少英國私立學校在收生方面出現了一些困難 入讀率和經費都是大為下跌 甚至有些寄宿學校收生的人數下跌了三成半 而日校的學生也跌了兩成 使得不少學校都拿不到政府的存額津貼 所以出現了經營危機 面對著各種困難 面對著各種困難 更加會使得中資企業有機可乘 其實大陸的資金走去歐洲大手買入不同商業品牌 其實是從2008年的金融海嘯開始 當時的資產價格大為貶值 並且暴跌 導致來自中國的資金大手出擊 買下了很多東西 銀行又買 汽車品牌又買 總之什麼都買一餐 總之兩三年前三四年前 就開始買了英國的學校 因為老毛說的 一萬年太久只欠招值 叫他重新建立一個新品牌 起碼要經營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才會有口碑 和信譽給消費者信心 但是大陸現在就富起來了 反正他有錢的時候 他索性就去歐洲掃的百年品牌 你都建立起來了 他給錢買就可以了 現在中國的資金 只不過是從商界伸到教育界 這篇報道又提及到 說中資博實樂教育集團 在先兩年買下了多間英國的中小學 而博實樂集團的董事長 就是亞洲女首富 碧桂園集團的聯席主席楊慧賢 他父親就是碧桂園集團創辦人 兼董事局主席楊國強 同時也是全國政協委員之一 另外這個萬達集團 也從2017年開始收購了多間學校 萬達集團的創辦人兼董事長 就是黃建林 曾經成為中國首富 更加取代過成哥李嘉誠 作為了全球華人的首富 只不過近年他身家大為縮水 就風光不在了 星期日郵報說 在這17間被中資企業收購的英國學校當中 有9間學校的買家都是具有共產黨的背景 而報導說這些學校利用教育工具 來向學生灌輸中國的觀點 其中有些學校的買家叫做瓦力教育集團 他們就表明了 他們是要響應一帶一路的號召 將會在2021年 全線啟動所謂Global Campus的計劃 即是全球校園的計劃 希望發展業務到其他國家 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 目標就是要擴展到馬來西亞 泰國 阿聯酋和南非等國家 說到這樣的時候 難免會有人質疑 究竟這些學校會不會變成類似於孔子學院的大外宣學術機構 因為他們說要響應一帶一路號召等等 這些是令人很敏感的 星期日郵報還登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當地一個政黨叫脫歐黨的黨魁法拉奇所寫的 他說共產黨員正在接管英國的學校 英國必須立即終止 所以這件事已經引起當地有些人的注意了 現在有不少中產的家長 由於不想自己的子女接受香港的教育制度 於是可能會寫五加一簽證移民去英國 務求幫自己的子女接受一套優質的英式教育 但是在找學校的時候必須要留神 你要查清楚到底那家學校的背景 尤其是那個辦學團體 是不是已經轉了是一些中資的企業 因為那些家長無非要脫離香港的教育制度 正正是不想子女接受那一套 去到英國的時候 如果你又愚愚愚愚入了這些學校 就等同於沒有走過一樣 而且這些學校全部都是私校 不是公立學校 公立學校是政府辦的 那些就沒問題 但是有不少中產的家長 其實就是給得起錢 亦都捨得花這一筆錢 來幫自己的子女選一些私校去就讀 所以在選學校的時候 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不單止要說他的校網 或者說他的口碑好不好 諸如此類 你還要查探 到底那個辦學團體 是不是已經被中資企業收購了 因為這些學校也有幾十年歷史 你純粹從校名就看不出 因為他不會自己建一間學校出來 而且打正旗號叫自己孔子學院 你包補那些家長不會去報名 所以他就買了那些學校下來 大家就要看清楚 有個名單放在網上 大家很容易找得到 這篇星期日郵報的報導 也有說到關於孔子學院的議題 他們說孔子學院已經滲透到29間英國大學 另外也有150間學校開設了孔子課堂 有人擔心這些孔子學院會不會成為大陸的宣傳工具 孔子學院其實是針對大學來設立的 由於大學照計是收購不到的 所以他們就弄這些孔子學院出來 但是一般那些中小學 有些私校是願意出售的 那他們就索性整間買了 所以移民去英國的家長 就一定要看清楚那個名單 接著我們就看看南華早報那篇的報導 他們就說中國計劃抑制低零流學風 中國教育部在今年1月就說 將會建立一套不鼓勵低零出國學習的制度政策 教育部的發言人就曾經說過 說不鼓勵將那些未成年的人送出國 因為那些小蚊子還是太小 不能夠獨立生活和學習 當然我認為這就是表面原因 因為就算說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 都很多寄宿學校 你說一個小蚊子十歲八歲這樣送出去 其實都不需要擔心 他慢慢就會學會自立 我相信大陸就是在擔心一件事 你說如果將一個大學生送出國留學的時候 由於在他中小學的階段 已經做好了所謂的思想教育工作 就算你送到他出國 他也不會有什麼大的變改在思想上 甚至乎大家見到 有些在外國大學留學的大陸學生 有些是小粉紅 就算不是小粉紅 普通一個正常學生也好 當你和他談及到一些政治議題的時候 他當然會顯得位莫如深 他是不願意跟你談論這些議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思想教育工作已經是根深底固 他一定是不願意跟你談論這些 不想接觸這些議題 要不就是小粉紅 只有兩種 甚至說有些破格的例子 現在你說出國留學風是低靈化的時候 搞到有些人都未曾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你這麼快送他出國 接受西方那套思想教育 他一旦畢業回頭的時候 就會很嚴重 對大陸造成衝擊 所以就會有抑制低靈留學風的情況出現 我相信這是真正的原因 你說那些低靈的學生走出國留學 是不能夠獨立生活和學習 就找來講 學習從頭到尾都是學生學的 又不是家長學的 家長是不是在他旁邊都沒有用 不會是有什麼大的影響 你說他的獨立生活也是多餘的 有一間寄所學校給他 擠他去那裡兩三個月 他不認識他都會自己學得認識 所以這些根本上就是 退堂的借口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